俗哥说电影 帮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国产的悬疑片的寻枪 影片一开场 派出所民警马山一大早穿好衣服 正打算上班的时候 突然发现自己的配枪不见 把这哥们当时又吓出了一身的白毛汗 马山把家里翻了个遍 甚至连儿子的书包都翻了个底朝天 也没能找到手枪 枪里有三发子弹 这要是烙在了坏人的手里 马山可就在吃不了兜着走 他急忙来到单位 打开柜子一看 所有的东西都在 唯独手枪不见 冷静下来之后 马山开始回忆昨天的事 他清楚的记得 昨天他参加妹妹的婚礼的时候 是带着枪去 可后来喝断片的彻底失忆了 婚礼上所有的事全都随风而去 怎么回的家 怎么上的床 他是一点都记不清了 于是他首先来到了妹妹家 可这二位是一问三不知 提供不出一点有价值的线索 不过最后他妹妹给了他一个 所有参加婚礼的人员名单 从妹妹家离开之后 马山马不停蹄的去找 负责登记人员名单的陈君 在路口他遇到了卖羊肉粉的结巴流 这结巴流比较有意思 自要是一看到马山马上就不结巴 陈君说 昨天你在婚礼上那可是相当的情况 镇长在你的左边坐 所长坐在你的右边 酒期开始之后 你就不停的喝酒 最后喝断片了 经过打听 马山得知后来是老树鲸开车送的会的家 这个老树鲸跟马山曾经是战友 在战场上还曾救过马山的命 老树鲸说你赶快去找周小刚 昨晚上你是坐周小刚的车回来的 很有可能是掉车上 马山急忙去周小刚家 一瞧门 开门的居然是他的前女友李小萌 这个李小萌结婚之后去了广州 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 跟老公离了婚 然后又回来 回来以后很快就跟造假酒的周小刚 混在了一起 这李小萌可是马山的真爱 虽然他已经结婚生子 但对李小萌仍是朝思暮想念念不忘 随后马山又把刚出门的周小刚夺挣着 周小刚是稀里笑脸 认为马山一定吃醋了 周小刚说 我知道你跟李小萌是老相好 这是我家门的钥匙 你要是想跟李小萌门的蜜随时可以去 马山一听是怒从心头起恶象的面声 上去就把周小刚摁在了墙上 可在周小刚的车里找了半天 马山也没找到自己的手墙 墙一直找不到 马山只好把这事向所长做了汇报 出了这么大的事 局长很快就来到派出所 当场就把马山给臭骂了一顿 而且还把他的警服给没收 马山通过他老婆韩晓云和做小生意的陈军 得知他妹妹结婚的当天 李小萌也曾经在婚礼的现场 根据老树精的反映 当晚回家的时候是老树精开的车 马山坐在副驾驶 而周小刚和李小萌则坐在了后排座 马山经过分析 认为拿走手枪的人很可能就是周小刚 于是他便一路跟踪周小刚来到了荒郊野外 通过给周小刚打工的马仔马山得知 原来周小刚一直在支手甲酒 不过经过试探 偷走手枪的人应该不是周小刚 在一次抓捕小偷的过程中 马山搅和了一支枪 不过可惜的是这是一支假枪 到了晚上韩晓云有想法 可此时的马山哪有那种心思 韩晓云说你肯定是不爱我 你是不是还想着李小萌那个狐狸精 马山说不许你胡乱猜测 我的枪丢了 你说我能有心情 第二天一早 马山收到消息 昨晚上有人把李小萌给杀 种种迹象表明 凶手很可能用的就是马山的那支枪 所长说现在你是最佳嫌疑人 你被拘留了 李小萌是在周小刚家里被杀的 那么周小刚自然成了头号嫌疑犯 在审讯的过程中 周小刚是一连的无辜 声称这事跟他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根据周小刚的反应 案发当晚凶手穿着个鱼冲进来之后 一枪就把李小萌给毙 不过周小刚的谎言 很快就被经验丰富的警察又戳破了 当时的事实是 杀手本来要杀的是周小刚 周小刚一看大事不好 急忙把李小萌推了过去 这孙子则趁机跳宠物跑了 马山说周小刚绝不能离开本地呢 只要有他在 那凶手和枪肯定也在 周小刚知道 警察不让自己离开的目的 就是为了引杀手再次出现 这件事风险极大 搞不好就领了喝饭 为了保住自己的命 他开始跟马山套近 希望马山能够保护自己的安全 可马山根本就不搭理他 警方认为杀手肯定就是周小刚的仇人 很有可能跟他开的那个夹游厂有关 可诡异的是 当周小刚带着警察来到夹游厂的时候 发现这里啥玩意儿没有 连周小刚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 杀手抓不住 周小刚也不敢回家了 死皮赖脸的赖在了马山家 为了尽快引杀手现身 等杀手跟着周小刚离开的时候 他再出其不意抓住凶手 周小刚一听可高兴快了 马上就买了车票 正如马山预料的那样 凶手果然跟着周小刚离开了 并且一路跟踪到了一鸟不拉屎的车站 不过令凶手万万没想到的是 当他开枪之后才发现 原来这个周小刚竟然是马山武装的 而真正的周小刚一直被靠在马山的家里 这个杀手也不是别人 居然是卖羊肉粉的结巴刘 结巴刘杀周小刚的原因很简单 是因为周小刚生产的甲酒曾经把他亲人给堵死了 现在枪里就剩下一颗子弹了 结巴刘气急败坏地跟马山叫嚣 说一定要把这最后一颗子弹送进周小刚的心脏 为了引诱结巴刘把最后一颗子弹射出去 马山掏出了那把从小童那儿搅和的甲枪 果不其然 结巴刘情急之下开了枪 结巴刘一看上了当了 急忙去抢马山手里的枪 马山趁着这个功夫 咔嚓一下把自己和结巴刘靠在一块 影片的最后 马山终于一伤势过中装了其身 虽然马山的肉体死了 但他的灵魂却得到了解脱 这部影片由于剪得太狠了 缺失了很多的细节 故事的真相其实跟我们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影片中一些无法解释的画面 似乎在暗示 其实这一切都是马山干 但由于情节未割裂 逻辑链也就彻底断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人性其实很阴暗 只是表面看不见 整天戴着假面具 还得防着被暗算 感谢观看